大家抱歉,我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同一機現在還在暖機的樣子 那我的演講就跟偉人和現在演講一樣 其實我今天要講什麼,我來講什麼 是靠大家一起決定的 所以在暖機的過程裡 我們看到有個QR code慢慢的變亮 現在慢慢的掃不到 對,再過五秒鐘就掃得到了 那如果掃得到的話 可以直接進入這個slido的網頁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那或者你用的是電腦等的裝置的話 可以手動進入slido的網頁 然後輸入00513-1號 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這個cracker也好 或者是slido的網頁00513-1號 大家都可以進入一個就是兩件事 那這兩件事有兩個特點 一個特點是說 它是黎明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要聚雄發問的話 需要一些用情 當然我們知道 一來四大家都沒有用情 但是在各班的情況下 就是大家會 黎明溫的問題 會比聚雄溫的問題 你還要再更直接一點 但是這個大家都去 我原本大家都按 我設計嘛 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你可以按讚 那就是別的問題 如果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按讚就可以了 按得讚數量越高的 它越來越跑到上面去 那跑到最上面的 就是我會第一個回答的問題 那如果有一些想要追問的 覺得我的回答可能 就是多到未來的 那追問的問題 就會跑在裡面的 這個流下方 所以它的規則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有多久的時間 一小時 是嗎 OK 我們大概三十分鐘的時間 主要是留個slider的問題 那但是隨時也都歡迎 就是舉手啊 舉手優先順序還是 比這個slider要大的 那在三十分鐘之後 我們是會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再有個二三十分鐘 我們所有的困難類的時間 那時候就是以現象為數 但是也很高興 就是如果大家的提問數量 比我能回答得多的話 那就是現象的問題 也可以再從slider裡面 包票裡面的挑 這樣子 那規則的面對象 那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的話 反正也可以輸入slider 因為直播的留言 我是看不到的 但是slider我是看得到的 那大家大概都找到了嗎 如果大家都找到 我就直接開始了 那目測一下 1.5公尺 這裡 好 我上去給他 行 我們現在都用那個人 用就是目測 算1.5公尺的能力 好 好 那就是成如剛才 這個同學們的分享 大概都是成全 我很高興沒有 就是同學分享一些這個 迷思啊 像是什麼 蜂蜂的密碼是 但是 其實 我就一定要補充的 就是說 雖然說 在日本 確實很多朋友 形容我是IT大臣 但是其實這兩個詞 都不是我的工作 我是數位政委 那數位跟IT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IT 或者在台灣是說 自動訊碼ICT 主要是面對機器的 它是讓機器怎麼樣 怎麼能有效的運作 可以傳輸更多的資料 可以處理更多的運算等等 但是數位呢 是建築在ICT上的應用 它主要面對的是 是讓人的不同的立場 怎麼樣能夠成不同的價值 怎麼樣子讓整個社會能夠 讓創新能夠增足等等 那這些是數位領域做的事情 但是它建築在ICT上 它依賴於ICT呢 它不是ICT 所以 我常常就是說 就是別的國家 常常就是拿我去槓桿他們的內閣 因為他們對他們內閣有所期許 但是實際上使用的跟我是 關係不大了 然後 那當然我不是政務委員 也不是這麼大成 大成的就是 君主的以前國家才會弄得成功 我們是 有直接民權特色的工作 所以我們俗稱民國 不是俗稱 正式的名字就是民國 所以這個也不會有 什麼軍軍成長這種概念 所以 就是數位上的 才是我真正的工作 那 其實我的工作 就像 剛才同學講的 就是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那Social Innovation 就是專人支持 專人主持嘛 就是對大家都要放出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參與的時候 就可以叫做 副學生 那所以我的工作呢 可能就是落實 我們 即將賣入第二任的時候 沒有賣第二任 我們明天要提出總辭 的那個 就是要帶那個 私商套行政任務 可以看一下說 我們這個順利完成這一任的任務 那另外 所以在第一任就是 三豪上任的時候 他曾經也想過一句話 他說 以前我們想到民主的時候 我想到都是原民價值中間的對決 但是 在現在台灣民主上 變成多於原價值中間的對話 所以 從對決到對話 大概就是 受創新的一個精神 那當然 在台灣有非常多的能價值嘛 比方經濟發展的價值 可能環境守護的價值 就常常罷合 或者是說 科技創新的價值 的人 就是大家要平能 平權的這個價值 來想到也會罷合啊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依赖于就是代仪式 或者是和立委的委员会所相对应的那个部的部长 每个部就是有不同的价值嘛 去在这个中间进行协调 那中间的绳子呢 当然就是我们就是很这个辛苦的专业文官 就是旁边的人大概都看不到他们的贡献 但是他们就是承受最多压力 而且还不能断掉 断掉的话价值之间就不能对话了 那这个是传统文化行政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我们在有这个hashtag就是警号之后 其实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社会上面的倡议者不再需要找一个人去代言他们了 他们只需要有一个hashtag就可以出现一个活动 比方说climistract 就是大家礼拜五去街上上课 去上关于结合联系的课 不要待在教室里面 那从有一个也是高中生嘛 对不对 开始这个结合罢课之后 全世界的人其实也不是听他指挥 他是听这个hashtag就有点跟风的那个味道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开始礼拜五上课了 那礼拜五上课之后就形成了一股非常大的压力 那但是事实上这不是传统的组织 因为他并没有指挥命令监督等等这个关系 那当然有很多别的就是现在更火红的hashtag 我就不一介绍 那但是hashtag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并没有一个单独的代言是 可以向工会代表啊或工会代表啊等等来看看 事实上是没有人在跟hashtag看看的 所以我们唯一要在hashtag的情况下 还要能够结合社会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跟上这个角度 不然的话就变成政府跟人民的距离 跟以前一样的远 那但是人民跟人民之间的距离 因为hashtag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近 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政府是非常非常的远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一下hashtag这种事情呢 我们就是设立了一大堆思维数的专线 那我们想说1922了 那192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任何想到一个新的主意的时候 他只要拿起1922然后告诉这个我们的 就是CECC我们的指挥中心说 好比上说他是一个学生 他应该敢去上学 因为他只有粉红色的口罩可以戴 他在那里面送口到会为同学校啊等等 那然后呢就会有朋友打电话跟1922说 你们一定要帮忙做这个性别主流化的工作啊 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公民社群 已经开始把他的什么Facebook的头像 和什么换成粉红色的啊 我们这个非常希望我们的指挥中心可以来响应 那我们的指挥中心在隔天的记者会上面 就相应了然后大家都带到粉红色的口罩 那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创新进入公共决策流行 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当社群正在那边疯传一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心理 就是在隔天下午两点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概念变成一个政策的一部分 或者变成我们指挥官的示范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人跟这个政策中间的这个距离变成缩短到 以小时来计算 就是最多不少为一天嘛 从大1922到他们就是穿上粉红色口罩直播的一天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谣言也好 或者是一些就是阴谋论也好 就是全世界现在关于NCOL 对事实上都是阴谋论非常盛行的情况 那只有在台湾阴谋论的那个基本传播书 一直都没有办法带领 就是说阴谋论没有办法传递的意思 那就是因为说就好像有一个朋友 每天都跟你聊聊天视讯 讲个这个一两个小时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根本不会相信关于那个朋友的阴谋论 因为你隔天问他就好了 那如果那个朋友呢还是像以前那样子 就是说一个月才会第一分工 而且里面四分之三你都看不懂的话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有地方可以传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 大概就是去透过我们现在讲的三个原则 去把人民跟政府职能互信重新构筑 那就是政府首先相信人民 这个就是反应的快速 然后呢他的反应的公平的程度 fair 然后跟他反应的本徒的程度 就是fun就是乐趣的程度 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个原则 这是我们目前的工作的基本的项目 我一开始会讲这些完全只是 就是想要争取就是大家问问题的时间而已 但是现在竟然只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下去 但是没有关系 欢迎大家继续问问题 那我就现在就要开始就是回应大家的问题了 那有两位朋友 帮这个Agnes的这个问题按赞 说可口分享您学习多国语言的经验 我事实上的第一个语言就是native language 应该是台语 那因为就是我是阿嬷代达的嘛 虽然还是这东西东西东代语 但是到了这个小学一年级之后就没有这个太语教餐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108课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就是就是开始学祝语符号等等 那但是同时因为我自己就是对于就是西洋文化很有兴趣 那所以就开始看很多翻译的东西 看了翻译的东西就会想要看人作 那所以就大概到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是跳读六年级 那那时候我爸在德国 所以我对德文就有点兴趣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一些德文 那到五年级的时候就去德国降读四年级 所以有一年在德国 那刚好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叫Zappland 它是在德法的边境 那所以就是Zappland那边 那所以他们的小学四年级 法文是必修 所以我就用德文学法文 那学的都怎么样 那但是就是多多少少也至少那个 因为德文看字念名了 就是可以掌握的 那法文的翻译会才比较弹性一点 但是至少也要学到一些 所以到现在我都还是可以 就是好像说我们住汉堡的这个住处 希望我这个参加什么商会 那我就会开始念一大串这个德文去祝和大家 那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我可能只看到里面10%的句子 但是因为德文是看字念名 所以我就可以讲到 好像火灵火线 好像下一个题是一样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德文跟法文是很小时的接触 那我英语的话是一直到15岁才学 那当时学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开始沉迷一个卡片游戏 叫做《魔法参名会》 《Magic Gathering》 那那个卡片游戏当时都还没有完全中文翻译起来 实际上绝大部分没有中文翻译起来 所以我就不得不会一些英文才能够去玩那个游戏 那那个游戏的那个卡牌的名称用的词都是特别难的英文 什么《annulation》什么《abayance》什么就是《gre》等级的英文 所以我一开始的那个《native vocabulary》就是这些非常困难的英文字 那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在网路上面开始就是交朋友嘛 然后打开嘛 从小组开啊 聊天啊等等 那所以我大概到16、17岁 大概就是在IRC上 就是在聊天室上面学英文 所以我到现在就是英文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瞎扯的语言 就是别人随便在聊什么都可以接两句 那虽然不是很清楚他还讲什么的 就是但是在聊天室嘛 就是你有各种接轮的这种方法 所以英文对我来讲是一种即时性的互动语言 但是因为我是把它当书面文字在学而没有听英语 所以其实这个英语就变成没有强调 变成别人跟我讲是什么强调 我就用它那个强调 这场英语 因为大概到分左右才学英语 大概就这样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经验 绝大部分都是靠兴趣来驱动的 就是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那我就开始学那种语言 那如果我对新的东西感兴趣 当时需要学新的语言 那我就开始学那种语言 并且写一些像萌典啊等等的这些APP 来帮助我去学习那个语言 所以当我这个需要学一些客家话来录那个什么口罩啊 干枕口罩啊的时候 那个农典就会很帮助 因为它会不断的这个用 就是四海大平安嘛 就是南北四线 海陆大埔寮兵典的各种腔调 去重复各种各样子的词句 那不像就是客家老师是会累的 这个字典是不会累的 所以动成一个有声字典之后 其实任何都不用自己的布料来学习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有九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这个在一般的学校里面 最终价值跟最终的目标 比较方便升起来好大学的这一款 如果拥有一所学校的话 会希望要什么要的价值跟什么目标 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对我来讲 学习这件事情当然就是终身学习 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要争取一个成绩 或者是一个申请大学 而双方剥夺掉你在进入大学之后的 终身学习的那个乐趣 或者品位或者是自发的动机的话 那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因小失大 或者是因赤茂然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你把你的很多的精力去放在 就是可能是让你的学习的胃口 变得比较不好的事情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累积一些麻痹的经验 就是好像说你为了要 就是应付考试啊 硬要背一些东西啊 在背一些东西的时候 批判思考的能力 创造思考的能力呢 就受到了损伤 那这个时候 以后你如果要在那个领域 再去进行创造的批判思考的话 那在脑里就会浮现一些 比较不舒服的这些经验 那你要克服那些经验 才能够对那个领域去做出贡献 那所以对我来讲 那是因小失大的 所以任何事情 它只要不影响到 你终身学习的意愿 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在就是设计新课刚的时候 特别注重的就是 跨领域 然后跨世代 然后跟跨文化 这三件事情 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你用两个以上的领域去看 你总是可以想出一些新的诠释的方法 而且学习来更有乐趣 那同样一件事情 你如果是跨不同的世代 用特别不同的文化记忆来对话的话 双方都可以有所学习 那同样道理 在跨文化的情况下 你就算只学一点点另外一个语言 另外一个文化 你也会觉得说 人生突然之间会像开了一扇窗 这样的感觉 那所以我们如果对每一个学习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跨领域的 跨文化的 以及跨世代的方式来学习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学习动情 就是到老了 也都不会剪贴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价值 那至于目标 当然是有学习者自己决定的 这个并不是我在BIS 这样讲的 一向都这样子讲的 那有另外一位朋友问说 认为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学 当然所有人都适合自学 但是自学并不表示说不去学校 就像我那个时候在中措 就是国中 二年期就没有去国中之后 当然那个媒体 常常都是说我是在家自学 但是其实我几乎都没有在家 我就是去创业 我就是跑去大学旁听 跑去研究所旁听 跑去跟教授约office hour等等 大概都没有在家 就好像说这个我在进入内阁的时候 很多媒体的报道说我是在家上班 因为我当时就说我只有礼拜一 礼拜四进行正月 结合不用进行正月 那大家就自动脑补 变成说我在家上班 但是事实上我都没有在家上班 事实上我是学会全台湾 就是以全台湾的朋友 当做我的老师 所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是长江 那它是连岸路三段99号 如果是有看博恩夜秀的话 可能最后只记得这个地址 连岸路三段99号呢 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空军的总部 那它围墙是非常的高 所以看起来仅备森严 而市场也仅备森严 但是当我们接手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把围墙全部都拆了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公园 你从连岸路三段可以走进去 你从金国花市那边可以走进去 你从中校东路的那个巷子里头 二次八巷也可以走进去 所以其实它变成大安森林公园 旁边的一个新的公园的一个概念 那整天都有人在那边打篮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它是一个真正的开放场域 就是任何人 他在礼拜三早上十点到晚上 都可以直接来找我 然后他随便想聊什么就开始聊 那么唯一要求的就是我们聊的记录 不管是文字或者影音必须要公开出来 给其他人参考 那这样子的一种开放式创新的场域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学的空间 它事实上是国有财产 它还是国有财产署的property 但是我们就是说任何对永续发展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自由利用这个场地 然后想不特定的开放的话 我们就不收入厂租 那这个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共学圈嘛 那大家在傍晚活动之后 散场了大概晚上七八点 那因为我们开到半夜十一点 而且我们有 所以大家那时候都会都饿了 所以就会有些长辈 那个数位机会的学习 就是让一些年轻的朋友 教他们怎么样自己变成YouTuber啊等等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跟年轻人学的东西 我们总不能没有回馈嘛 那就会有长辈开始端什么草草米粉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有厨房嘛 那所以就是大家在上完课之后 可能是分别上三四堂不同的课 但是之后总是大家会去 在一起一起些东西 一起做一些跨世代的交流 而且长辈们非常有贡献 因为他们的食物通常都比完辈的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所贡献 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去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空间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就是共学的这个文化 那这个共学的文化 一旦建立之后 其实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消失而消失 因为在这个地方家就会没事就会过来 那所以像现在我在这边就已经很有回家的感觉 甚至我如果去行政院开会 我再回家以前我会先回这里 等于就是好像这是home away 访问我们另外一个家了 所以就是就算有人现在说我在家上班 我也就是比较坦然 因为这边感觉就跟家一样 那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每个人适合自学的前提 就是说他要找到像这样一个共学的社群 如果找到共学的社群 然后能够去指引 就是他在学习的时候有那些资源的话 那这样自学就是对每个人都是好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一个体制里面的学校 他不一定要挑到实验教育之间 他可以挺在教育实验的那个方向 向实验教育伸出这个橄榄值之类的的话 那他就是把他的这个硬体啊 软体也好 教室资源也好等等 或线上录制的课程也好等等 变成透过像直播啊 或等等的方式 变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那这样的话教育实验跟实验教育就接轨了 所以你可以一面在体制里面 运用体制的资源 但是二方面还是运用自学的精神 来去使用体制里面的资源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设计新课当 把它变成就是校本课程游戏课当的时候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有六位朋友们想知道 说我会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很简单就是看slido就好了 就是说大家问我什么问题 问题的那个票数高啊 我就变成 他就变成我人生的目标吗 因为我总得想到一些 来回答大家的东西 那所以就是像之前 在常常很多演讲的时候 就会 大家会把我问到 就是问一些我回答不出来的 好比像说有一位朋友之前问过 说台湾的这个AI的这个发展计划 你知道英文问的吗 是外国的一个场地 AI的发展计划是什么 我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以我的理解 就是每一个 好比像经济部啊 科技部啊 各种不同的部会 卫福部的那个精准健康啊等等 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目标 我好像没有办法 快速的一句话去回答他 所以我就当场去Google 然后就找这个AI台湾了 然后就发现找不太出东西来 然后呢 所以那就被问倒了 那问倒之后呢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 让我下次不要被问倒 所以我回到行政院之后呢 我就去跟这个负责 这个科技汇报的 吴振伟这个聊一聊 然后说那我们是不是 弄一个网站 就叫AI.台湾.gov.tw 所以你下次找AI.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尤其如果你是英文的使用者的话 你就不可能miss掉这个网站 那这个叫做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把你想要的这一页 在搜寻引擎里面 就你所要的关键词 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那所以呢 其实它里面的部分 还是各个部会提供的 但是我们就有共同的愿景嘛 就是创新协作 然后彼此启发 然后它的opportunity 是什么action plan 是什么 每个部会分门负责什么 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页式的 用手机就可以看的这样子一个网页 所以我就不会再被问到了 那所以这就不只是我的人生目标 而事实上变成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 所以我每次一问到了之后 回来就是各部会的同仁 就帮我弄一个这样子的网站 那所以你只要看到是什么.台湾.gov.tw 大概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跨部门协作的方式 因为以前的网站都会什么点 特别像科技部的就是.most 这个经济部的就是.moea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其实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我怎么知道说 在台湾就是五个部会在负责的 事实上它也不是真的很care 它只要知道我们的愿景是什么 那台湾.gov.tw有好处 就是它既没有分部会 也没有分中央或地方政府 就是任何人想要投稿 我们就把它合定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站式的网页 所以我们的好比像说的生意发展方案 就是bio.taiwan 那或者是我们的就是smart.taiwan 那就是smart.taiwan 我们的民生公共物联网 就是ci.taiwan 社会创新就si.taiwan 就多出了很多这种 就是我每次被问倒了之后 我们就多了一些人生目标的这样子一种网页 所以这是非常参与式的目标设定 那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究竟政府要如何减少网路谣言 以及未遗的攻击和霸凌 能不能用使命之的网路来留言 同学如果受到这个困扰 是要如何应对 事实上是三个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一一回答好 第一个是说我想 未遗攻击跟霸凌 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隔着网路 没有办法看到彼此的表情 所以往往就会去贴一些 所以其实是非常不considerate的一些话 就是会忽略掉别人的感受 那这事实上是有点像说隔着文字 或甚至隔着就是录影 除非是非常高解析度的就是方向直播 不然的话大家都是有一些 就是阅读上面的情感上面的 这个辨识上面的 或者甚至是因为如果你只是打字的话 那根本就是没有视觉讯号 没有非语言讯号 等等的这些认知障碍 等于大家都是在有认知障碍的情况下 彼此沟通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 就是restore environmental cue 就是去让这个环境本身 能够让大家去做一些更prosocial 就是对社会更有利的一些互动 而不是antisocial 就是对社会更无利的一些互动 我就举一个例子 好比像说我们的slido 在设计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可以打开按回应的功能 但是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是绝对不会把这个reply的功能打开的 那在我们的设计的所有的平台里面 好比像说我们join.gov.tw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或者是我们的cohack 就是台美的防疫送啊等等 它都有完全一样的一个特色 就像让你到现在有个提点子嘛 然后提点子我们就可以去看 就是点子里面有哪些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热衷的点子 就是我完全没有read过 开放医疗龙大马 好 那ok 好 没有问题 好 那在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有非常非常多则留言啊 对 那当然有正面的嘛 就是支持那些臭大马的 然后以及这个反面的嘛 等等的一些留言 但是呢 这个场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它的正跟反 其实不是按照它的比例 它是刚好切在一半 所以你会有种 好像要把对方推走 那个西板 你西板没有动机 因为那个进度条 不会更改 虽然左边是380 右边是21 但是我们并没有让绿色 走到最右边嘛 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你根本没有回应 所以你只能upvote跟downvote 就是你只能推跟虚 你不能够去回应 那没有回应的话 自然也就没有人身攻击的空间 因为人身攻击是没有意义的 你想想如果你现在觉得momofish 这个论点没有道理 那你要怎样呢 你没有回应的空间 你就只能downvote 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要发表一个反面的看法 你只能发表到其他想法这一栏 那遭受大家其他人的投票 所以事实上就是它完全没有办法 对得上人身攻击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也因此人身攻击自然就消失了 那是天然的一个反霸凌的一个状况 或者我们在他们防疫松的这个 意见目击里面 我们会问大家说 好比像说要怎么样子迈向夜后过渡措施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连续相当多天 快一个月了 这个没有本地案例了 那再讲 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 那好比像说 这个就有A组的朋友们说 应该要有这个 就是更进性的地图位置啊 这个滚动式的防疫指引啊 这个等等 那像这个就是B组的人 就是不是很同意的 但是呢 双方呢 都同意一些事情 好比像说把这个 就是防疫人力的工作指引啊 或者是说 帮助小型的微型企业 在这段期间里面 转型到电子商务啊 等等 这些大家倒是同意的 所以就是这个平台 它因为它的操作方法 就是你一次只能看一个留言 然后同意或者不同意 所以其实你又没有回应的这个空间 那我刚刚举了三个平台的例子 等等 相信大家都可以推广这个想法 就是说 你一旦没有留言 你就丧失了人生工具的动机 如果你没有人生工具的动机 你自然就没有网络80的情形 还没有网络80的情形 大家如果现在觉得这个问题不好 那你唯一的做法 就是你提一个更好的问题 并且说服演组的 又是投票给你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这是对社会好的一件事情 那你不会花力气去攻击 这些匿名的留言 因为事实上 你攻击是毫无意义的 才是洗版而已 那就算大家都洗版 但就只是把那个 最新问题的那个位置洗掉 事实上对于我实际上 是在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点帮助也没有 也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所以大家不会做这种 浪费时间的事情 所以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出征 洗版 什么之类之类 当然这边也是不能贴图片 也不能贴照情况的 那所以 就是说这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你不需要做实名制 MIDAL是一个权力系统 你不需要做实名制 你只要有好的空间规划 自然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出现 那第三个就是说 好吧那你加入 你加入了一些很不幸 有个留言按摩的那种平台 那然后呢遭到了洗版 遭到这个网络盘 等等那要怎么办 那我的建议就是 一个叫做精神按摩的一个方法 这个可能很多人听过了 所以我就比较快的去讲 就是说我如果看到有 网络上有人指名道姓的 就是恭喜我 那就是有一些很不雅的词句等等 那首先其实我会有什么反应 那假设我竟然有些情绪反应 那我就会深呼吸一下 不急着回应 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 然后呢我就去重一杯 新的口味的茶 就是很容易 因为我家里面呢 就是有大概七种不同的茶包 所以我就有 有至少七乘以六种组合 也论上是可以惊叹好 但是我还没有试着一次 放三种茶包 但是不断如 就是说就有相当多种组合 我只要随便认选两个 我没有就是混在一起过的 然后冲一杯新的茶 我就可以产生出一个新的 嗅觉跟味觉经验 那又或者说我可以放一个 我之前没有听过的新的音乐 这样子 那所以呢就是我一面听一个新的音乐 一面去喝一杯很好喝的 但是我以前没有喝过的味道的茶 然后一面回来看这个词句 然后只回复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 因为这个好像是这个心灵上的痛点嘛 就是如果你被揉到会痛 表示说你有阻抗 表示说你想要这件事情 会有不好的联想 那这个时候你就创造一些新的记忆 就有点任期行为疗法 想创造一些新的记忆 然后呢以后呢我只要那一天有睡够 我一睡起来 我再看到那些字眼 我脑里撕起来就是什么 非常方向的那个茶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一个新的音乐 那我以后再看到那些词句的时候 我就只有正面的感受 完全不会有负面的感受 那所以在这三四年来 就是网络上的朋友 对我非常多批评计较之后 我现在就已经练就了 就是我看到一些特定的关键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怎么样子去回答他 那但是当然大部分不是人生攻击 下部分只是好比上说他订了口罩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他收到好奇风简讯 然后每一个要去对那个身份证字号的维码 他觉得很麻烦 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标准的回应 首先你在订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照人的这个年龄大小 因为那个跟序号是 就是你先订一定是续号一定比较小嘛 那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订起来 那不然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去网站上面查询 然后输入潮商的app等等 那我就有一个罐头回应了 那但是就是刚刚同学们讲的 就是我十分钟之内就会冒出来 然后去做这样子一个回应 那但即使是什么东西 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处理 那只是一旁 大概就不会有就是情绪上面的困扰了 好大家这样子回答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 How should schools evolve to best prepare students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不确定 我是要应用回答 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先用汉语 好了OK 所以没有人阻止我 好 那我是觉得说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 就像刚刚讲培养中生学习者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中生学习者是一种一种兴趣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学习很有趣 那你就会自然去接近 觉得学习很有趣的人 你如果觉得学习很无趣 你自然不会去接近那些 觉得学习很有趣的人 因为他们在做事情 你不感兴趣嘛 那所以我觉得 对在一个学校里面 最好的情况 就是说由年轻人 就是学生来设定方向 来设定向量 然后呢 由这个比较资深的朋友们 或者长辈们 来这个给予他的力量 那我们知道说 向量是就是多维度的嘛 就是说 你每个人都可以想要 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 每个人想要解决的问题 全部累加起来 那就变成一个 可能一个核心问题 可以同时满足多维度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 长辈们呢 就可以去给予相应的资源 然后让大家发现说 你只要往这个向量里面 稍微移动一点点 那我们就可以取得 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 来帮你一起完成 你当时可能只是一个 小小的想法 那像刚才提到的那个 就是吴湛伟老师 在那个台南 他做了超商办的口教地图 他是用自己的钱嘛 那所以他很快就欠了Google 60万台币的债 那就是因为他本来只想要 亲朋好友来使用 没有想到 新闻一报道之后 全台湾都来使用 那所以以他的财力 他也只能够支持 他的这个小toucher两天 他就把他关占了 那所以我就把他拿给 我们苏贞湘院长 然后院长就说好 我们就用国家资源来支持他 那所以其实 接下来就是Google 也免了他的债了 但是重点就是说 我们把一个小小的计划 他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这个方向比我们公共门 所有公共门 包含我在内想的都好 这真的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一旦看到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面子问题 我们就觉得说 公民社会这个想法 才是假方 我们政府变成乙方 变成他的厂商 然后把他的想法去实践 然后把它做好 那这跟传统的什么PPP 或者采扣法促餐 什么完全都不一样的逻辑 这个是完全逆向的逻辑 就是大家整个社会先决定什么好 然后政府变成像厂商一样 只是去让他实现而已 那所以我想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学生们自己因为兴趣 想要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等等 去设定他的研究方向 然后大人们去让他完成等等 好 那我们时间上面 我是中间要break一下吗 还是可以继续再15分钟之类 可以继续 OK好 这个问题比较长 这位朋友们想要知道 彤彤你好 我曾经是一个自学生 目的是MBS 就读学生或家长 上一号人生目标下来 是考试台湾 或者世界名校毕业 一起找工作 不过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人生一定有目的性的存在 问题终于来了 笑点 请问你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being a human 可以给一个项目标 是不是人身中一定可以 达成或者诚实的事情吗 好谢谢听他 OK 那是刚好的问题 我想先回答前面的部分 就是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being a human 在非洲有一个词 有一个概念叫做Ubuntu 那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 Ubuntu如果有人用过开源软体 或者自由软体的话 你应该知道它是一个Linux的名字 它就叫Ubuntu Linux Ubuntu非常的难翻译 Ubuntu的 你如果把它意思展开的话 大概就是说 一个人他能够成为他自己 并且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是 在于他能够让他的社群里面的 所有其他人 透过他自己的贡献 来帮助其他人也了解 但是其他人存在的意义 是一个地归式的一个定义 对 但是在这边的这个文化圈的话 和文化圈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 就是中小人爱吸引和平的人 那个字 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的意义 就是你先 画一画 那是表示你自己 你先了解到你自己能够做的贡献 然后呢 你在等于号的另外一号 就是其他人 你平等地对待其他人 并且追求一个共号 就是说你了解到说 你的价值的促成 是来自于你先了解对方的价值 然后在双方互相了解之后 彼此成就 那这样子的话 双方才成为一个这个平等的人 那这个在文语里面 不论说啊 我就不在这边背书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非洲的武关图的这个讲法 或者那个解余的 一个猎人解余的阿尔达人 的这个讲法 大概都是 就是一些古老的文明 一直重到现在 就是我们回答人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大概 回答都是这种 就是地归式的 recursive 反生式的reflective的这种定义方式 其实为什么我刚刚说 自学要找到一个社群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如果没有社群的话 那你就只有一个项目 但是你没有坐标系 那没有坐标系的话 你也不知道你这个项量 怎么样跟其他项量 彼此之间叠加 彼此之间就是合在一起 那等到你找到你的一个社群之后 你会了解到说 其实我们也都只是这个文化的载体而已 那我们的工作就在我们这一代里面 把这个文化发展到适合这个环境的需要 并且不剥夺后代的子孙的这个生活 空间为了权益为了是环境 那好好地把这个文化再传到下一代 然后下一代自然会把我们传承下去 已经我们做过贡献的这个文化 继续去进行他们那一代的工作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去问 我的个体的意义是什么 你的个体已经写进了这个文化的分散事章本里头 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 那他第二个是说 可不可以给一项目标是人生中一定要达成 或者尝试的事情 我该不只给你一项目标 我可以给你169项目标 那169项目标都可以在我们有一个网站 叫做 globalgoals.tw去看 如果你习惯看英文的话也可以看 globalgoals.org 那这169项目标分成17大类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有为了一个记忆的方法了 就是什么平基建教性进能量公平承认气害如何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伙伴关系啊 就是17个永续发展目标 那你每一个按下去好比上说 你如果对于气货行动感到兴趣 那除了礼拜五八课之外 你还可以去就是帮忙这个建立机制提高规划的管理能力 抗载能力 改变你的教育政策啊等等 那如果你是对循环经济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去减少职务的浪费 好像说职务银行啊叙事啊等等啊 鼓励这个公司以及公务们采取这个永续的做法 跟做出永续报告 然后让旅游业你到一个地方 事实上你还帮助那个地方去减低它的碳排放 或者是减低它的废弃物 而不是说你去创造那边的废弃物和碳排放等等 那这个每一个又有很多量化目标可以去做 那这169个目标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当时2015年 他们问了全世界100万人 许了100万的愿望 去放了100万讲天灯啊 然后联合国透过他们这个卓越的管理系统 去把它变成169个 你作为任何一个对另外168个 大概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互相支持的 就像刚刚讲互相搭配的 这样子一些目标 所以在以前呢 其实大家就是被各复刻的 但是现在呢 这169个目标 它这个变成一种 我们叫做三重底线 趋务包包装案的这样子一个系统 不管你是在做经济的发展 你可以同时促进环境的永续 不管你在做环境的运动 你可以同时促进 就是抗灾啊 任性的这个永续的成乡 你若是在做教育啊等等的话 你同时还是可以去创造一些 就是经济价值啊 包含教育创新 健全身或品质 那一路到组解饥啊等等 那这169个之间 有个互相支持搭配的一个系统 那你不管从哪一个目标开始 就是我们在佛法上叫做相应气额 就是说你这169个看到之后 你对哪个特别有感觉 那你就开始做那个 但是 in due time 就是再过一段时间 你开始工作一段时间 就会发现说 其实它跟另外168个目标 都是黄奔向控的 那这至少足以支持你 接下来就是10年的工作 因为永续化的目标 是到2030年要全部达成 不是说牺牲其中一个 去完成另外168个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回答 有请问朋友们想要问说 广性别的清别在社会中 毕竟是比较少数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建议 如果是你之前 别人不一样的少数人 有没有一定的好多或不好 如果被别人执意的时候 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 还是应该要妥协 这也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 这个广性别的数据说 在我脑底 我不会觉得说 社会上一半的人跟我一样 一半的人不一样 我觉得大家都跟我一样 所以就说不会 很具体的把人分成二分 就好像说 Ubuntu这个概念也是南非来的 你如果去路进南非 然后呢 这个在街上去有人问你说 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那你一定会笑的时候 这个没有 我是路西子孙 你可能不会说 你是路西子孙 但是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人族嘛 就是大家都是路西子孙 事实上是这样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去伊索比亚的时候 我就不会特别去卷入 那边的这个 可能就是较较方 然后他们跟二月垂亚的关系 什么之类的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 大家都是人族啊 人族就是不是都一样的吗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跨性别者 它也不是说 好像顺性别者是一边 然后跨性别者是少数啊 这个又落入那个性别光谱的那个 就是很无聊的一个见解 相反的 你只要愿意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你就成为一名跨性别者 至少在那个活动上面 这叫性别展演嘛 那所以就是说 每个人越练习 他就越能够去习惯 各种不同的性别角色 而且更能够同理 在不同性别角色里面 他的辛苦之处 那这叫 就是多元交织的这个能力 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如果你是觉得你在一个相对少数 你反而可以稍微臭开一点去看 所谓多数 其实并不是一个均值式的多数 而是说在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层面 那这些层面里面有一些是 你在这个少数的时候 你占优势的 你的少数是一个privilege 有些时候你这个少数是会占劣势的 就是你被discriminate 但是不管是privilege 或者是占美 这都是你自己能够贡献到 这个社会整体的别人 没有办法取代你的一个个人经验 所以当你能够就是 好好的描述自己这个经验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同意 别的在别的地方是少数 而那个时候你反而变成 多数的时候的人的一些体验 就是为什么我们像 快性别者的这个运动啊 在台湾 其实非常多是运用当年的 这个富运的这个基础 那富运的基础 那是建立在之前的 这个民主的启蒙啊 公运啊等等的这些基础上面 所以所有的这些追求 intersectionality的运动 到最后都是彼此互相支援的 所以我会觉得是并没有一定的好 或者不好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运动 你就是要认识 跟你的想法类似的人 那在以前是特别困难的 因为没有忘记忘录嘛 所以你的左邻友舍 如果都不支持你的话 你当然就会很孤单 但是现在你只要去上 这个随便哪一个版啊 或者是哪一个这个 就是护诸会啊 或者靠北什么什么 可能不是靠北什么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或者说去一个有共同兴趣的人 所组织起来的一个网络团体的话 那你很快就会碰到 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人 跟你抱持着一样的想法 像刚刚我看到有人 偷渡这个 就是无条性基本收入进来啊 那就是假设一千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 这个真心认为今天就应该要 实现无条性基本收入 那但是再放在台湾 这也是两万三千人 也是很多人啊 那所以你就很容易 去加入那个社团 事实上UBI台湾 有事没事就算我们是创中心当活动 所以我跟他们还蛮熟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觉得你是少数 事实上你就变成一个运动者 然后你是一个很大的运动组织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自然就没有妥协的问题 因为你是在这个等于一个次文化 正在变成主流文化的过程里面 让未来透过这个次文化 来来领电成主流文化 你等于是一个未来的一个 就是把未来先带来的这样子一个人 那所以这样子自然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应该跟主流是会妥协 因为你只是稍微领先这个时代一点点而已 那有九位你们有没有想要知道说 觉得108课纲实施以来 是不是真的有解决目前平安教育的问题 还有什么觉得可以改进的 108课纲还没有全面实施 大家都知道小学要花很多年 才能够实施108课纲 我们是从小一 国一跟高一开始 然后让稍微高年级的朋友们 就是先有心理准备 就是透过共同观课备课的这个方式 然后慢慢慢慢的才去实现这个自动好 就是自动和动工行的这三个核心素养 所以我们当时的估计就是说 需要三到六年的时间 整个社会才能比较适应108课纲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108课纲我们在制定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柔性课纲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测 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放了非常多的空间 给每个学校的课纲会 而每个学校课纲会又有学生的参与 跟家长的参与 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又可以因例之一的 觉得108课纲不够好的地方 去改成比较好的这个状况 也可以去寻求旁边的可能做USR的大学 社区大学等等 使得这些共学团体的一些支援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改进的 我们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我们108课纲没有设计好的地方 刚好就是两个学校的课纲会 以及教育时间跟时间教育 可以互相改进的地方 如果我们当时做得非常完美的话 那各位又变成由上而相执行者了 所以并不是台湾的风格 所以你任何时候看到就是不好的地方 那就马上去你的课法会常理 去影响你的课法会的进程 然后把它变成你的校本课程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教学博览会 等等的方式 去一下就增幅到整个县市 那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增幅到整个台湾 那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个被控制了该怎么办 如果被控制了的话 那你就是因为控制键 这个可能卡住了 可能就是稍微按个Shift 或者按个Option 稍微用力按一下侧边的卡数键 可能就会跳出来 就会跳起来 就不会再卡键了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可不可以分享自学经验 以及最想给自学是怎么样的建议 以及学习的分享 我的自学经验大概很简单 其实就是我任何时候 我只要觉得学校在教的 我开始无聊了 那我就开始看课外书 那如果我很有系统的在课堂上 一直看课外书 好像说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在数学课的时候做的事情 那老师也会跟我开始谈判 那谈判的结果就是 就是我跑去读书馆 随便爱看多少看多少 我就不用上数学课了 这是我7岁的时候的第一个 这个谈判的经验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是因为就是老师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回答我那么多的问题 就是他正在就是教这个加减惩乘法的时候 我就开始问一些除以零的这种事情 就是让老师很困扰 因为大部分的同学 这个并不是真的很喜欢 就是听老师花时间去回答说 零除以零到底是什么数字 或者什么除以零是什么数字 或者0.9循环 到底跟一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问题 那所以老师就说 你要问的那些问题 图书馆都有答案 所以你就去图书馆就好了 所以这是让我一直对于这个工部门的 就是也包含教师的创新能力 一直都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我在每一个年级 碰到受不了我的老师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跟我谈判 那一路到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当时我做中小学科展 那当时为什么我还愿意 就是留在提示里面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 我很尊敬那时候 陪生国中的杜卫萍校长 杜卫萍校长告诉我说 我如果想要去研究 人工智慧学等等这些 我当时已经很感兴趣的学问的话 那我最喜欢那几位研究者 他的研究室 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进去的 你要能够念完高中 念完大学 考个GIE区 国外念个研究所 然后成为他们的博士后 你才能够一起跟他发paper 他讲的也不是错的 当时真的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棒的网站 然后就好像 就是玩那个超级玛丽 那个跳关的水管那样子 就是说你只要到了这个网站 叫archive.org 我当时就去这个网站 现在这个网站才在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我平常看哪些版 因为那些版是紫色的连接 所以computation and language 或者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这个如果有上过DECOM 或者是PTT等等 这个每一个就是一个 等于留言版 只在上面po的不是废文 而是论文而已 那所以这些就是 所有的这些研究者们 每天他们要送去期刊 给同侪审阅之前的那一个 草稿版本会放在这边 然后请大家提出贡献 所以我当时就是整天 在那边par archive的文献 然后呢 因为就是只要跟我的 这个学习的兴趣有关 我就会写信给对方说 我有问题啊 这个为什么你是这样子使用 为什么不能那样子使用等等 那因为当时群求咨询网 才刚成立 所以这些学生们po上来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抱持着 真的会收到什么email 的那种想法 但是呢 所以就有一个研究者 虽然我当时英文很破 但是就是查了很多字典 终于就可以写得出去 那对方看到 只能喜出望外 终于有人对他这个蛮冷门的研究 有兴趣了 所以这个回信都会得非常长 有的还会汉语拼音 它根本就会中文 对 所以总之意思也就是说 我就直接可以跳过 就是那个教科书的转译的过程 因为从一个这种新的研究 到变成主流意见 到变成教科书 变成大专用书 再翻译变成博中的课本 那个十年都过去了 所以我就跟校长说 这是十年之后的时间 我们教科书上写的 大概一大部分都已经被这些 不管是推翻或者是更正了 那所以这就是知识创造的过程 我若能够参与创造的过程 我为什么要在那边背诵一些 已经是十年前的一些知识呢 那所以校长就看了我 跟这些理论上 他本来以为我要成为博士后 才能够接触到这些教授的 新建往来之后 他就想了大概一分多钟 然后就说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对 所以当时还要强迫入学条例 所以我如果就是 一直不去学校的话 会被扭送的 那还会被罚款 那但是因为校长愿意帮我 就是骗读学嘛 那所以事实上 就是我除了断考的时候 要回去叫白卷之外 我就再也不用去学校了 所以我才可以开始 抛应大学课程 才可以去创业等等 那都是在有时间教育 三大以前的这些事情 我现在反正那个追溯期也过了嘛 所以这个校长 是没有什么法律责任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从小学一年级 一路到国中一年级 碰到的教育者 都是这种乐于谈谈 然后而且我讲述一些 有到言论点的时候 他会愿意去承受一定的压力 然后去帮我创造学习空间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当政委的时候 对于常任文官的创新能力 一向都抱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因为我从小都是跟 就是真的最有创意的 这些常任文官 跟教师跟校长 互相相处 所以这个学习分享 大概就是说 要懂得谈谈 要知道说 如果对方拒绝的话 他恨恨的只是因为习惯而已 你如果这个对他来讲 并没有真的增加他很高的风险 而且你可以也省他的力气 你不会一直去质疑 而且你也可以增加 这个谈判你之间的互信的话 那其实对方大部分时候 其实即使是常任官 也是会同意的 所以就是要了解 这个谈判里面的一些学问 像Betnau这些东西 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多看一看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跟体制跟官僚 是在平起平坐的这个地位 或甚至你可以成为 他新的方向的一个指引 那自然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要不断地 这个去撞墙都没有效果 而是说你要学会一个方式 让对方自愿地说 那我就跟你一起合作 创造一个新的空间 大概只是对自选者的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建议 有十一位朋友们说 要如何帮助年轻人 这个注释就是要祈祷的意思吧 摆脱网路成因 让他们利用网路资源 而不是被绑架 非常好的问题 那在网路里面大概可以 用一个东西叫做 Newsfeed Eradicator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像以前有垃圾邮件阻挡器 现在有广告阻挡器 因为网路其实它就是 我们叫做点对点原则 就是对方给你什么 你这边要接触什么 是两边说的好就算 中间的这些 就是ISP 就是这些网路提供者 其实是没有权利讲什么的 那两端竟然是两端讲的好就算 对方给你的 你就未必要照单全收 并不是每封垃圾邮件 你都细细地看过了 在场面应该没有人 整天是你看垃圾邮件为乐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安装一些程式 去一定程度地 聚焦在你想要看的部分 然后去铺略掉你不想要看的部分 所以我每一个浏览器上面都有装 The Newspeed Eradicator Facebook 所以虽然我有Facebook的账号 但是我其实在Facebook的画面 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它中间的那个 Newspeed是空的 就是那面墙是空的 我完全看不到Newspeed 那所以这个时候 Facebook对我来讲 就跟浏览器一样 我要想看一个人 我才去点他的那个profile 我要想加入一个直播部事件 我才去加入那个事件 我如果今天对某个关键词感兴趣 能去发展啊 我知道地图啊什么 我就直接在Facebook的左上角 去搜寻这个关键词 就是为什么召唤我是 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时间都不花在 看Facebook推送给我的东西 我的时间都花在 我自己主动的 要去寻找的东西 那他本来推送给我的地方呢 就会换成一些名言警句 好比像说今天的是 True freedom is impossible without mind made free by discipline 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 良好的自律的心灵的话 你们能够达到真正的自由啊 就是阿德勒的居民业 但是如果你觉得阿德勒让你 不是这个很高兴 你也可以自己随便写什么 让你自己开心一点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我全自定的这个 一个活动 所以不管是Chrome啊 Firefox啊等等等等 都可以安装这样子的一个插件 那所以其实这个 我想大家都可以去一反三啊 就是说在网络里面 会造成成疑行为的 大概就是让你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如果你先有一个intention 先有一个意向 然后再看到这个结果 那当你的意向满足了 你自然就会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当你一直刷 就是一直滑 有点像玩那个什么扭蛋机啊什么的 那就是因为你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开出什么东西 而每一个开出来的东西 好像都不太能满足你的需求 所以就要那种越吃越饿的那种感觉 那那个多扳回路就被空转了 那所以就是我想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说 自己的使用网络的时候 哪些部分是你先有带着一个intention 先带有一个意向 然后再行动的 有哪些是你完全没有意向 然后只是盲目的接受推送的 那后面的那个就是 不是跟你共生的部分 而是寄生在你的时间上面的部分 那些你就用这些方式全部都过滤掉 那这样子自然你就会回到 就是有主导权的一个情况啊 其实学习也是同样的一回事 那有六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果是小学生 是不是适合自学 有什么建议 那就像我刚刚在讲的 你即使在体制里面 你也是可以进行自学的 我们现在的英猫课程里面 本来就有一些自主学习的史书 一些你可以跟你的老师谈判 然后说我希望你开这个校园课程 或者是你的家身家伙 能往这个方向开 或者我现在不想在学校 我想要在某一个社区发展协会 或者是某一个文化活动 跟支援他的国中的 高中的深入大学USR的朋友们 只是恰巧在同一个时间 出现在同一个地点 那这个也不是以前所谓的跳级 也不是advanced placement 就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算学分 或者都算学习实书 那以前社团或第八节课 那现在是可以直接在上课时间 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争取到越多时间 做这件事情 那你的学习历程 就越是你自己所掌握 那你的老师还会很高兴 因为这些教材教法 他都可以去那个 新课堂的博览会分享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跟老师就变成 共同创作者的关系 那他也一定会觉得说 你这个小学生 非常的有所贡献 那所以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要把握自学的态度 然后能开始跟体制去斡旋 那如果你的体制斡旋 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你也可以考虑 用实验学习的这一方 那是运用这个 就是实验教育之边 去运用教育实验的资源 但如果你教育实验这边 你连谈判都不谈判的话 那其实说不定会忽略掉说 事实上现在在新课堂要求一下 学校科法会事实上 也蛮有创新的动力 有这个七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这个Google 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Google当然有很多 做不到的事情 那事实上Google它只是一个 就是人的集合体 它是一个legal fiction 它是一个法律上面 创造出来一个幻觉 那就是一家公司 所谓法人格的意思 就是说它只有在法律上面 才像一个人 但是它事实上不是一个人 那所以Google它是没有 人跟人之间的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 自发互动啊 共好啊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其实是 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 互相交流所产生的 那我像今天早上 昨天才跟那个 有个叫Ted Osius 他是美国之前 好像是驻越南的大使 那他现在是Google 驻亚太的大使 那所以Google已经变成一个 类似准主权的这样子一些 一些设计 那事实上人民对于他的信任 以及对于个人资料 交给他程度等等 事实上是不亚于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当然他不像Facebook一样 自己开始印法币印钞票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但是无论如何 他是已经在做一些 跨境的准主权的一些行为 至少是有治权 这个是所有人都不否认的 只要在YouTube上面 曾经被标过黄标 大概都知道说 那事实上是一个 治权的形式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跟Google的看法 就是说他事实上是 你越认同他 他的力量就越大 但事实上Google本身 并不做任何事情 而是靠认同他的人 去做一些事情 那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是秉持着Google的理念 或者是秉持着Google的 这个Shareholder Value 就是他告诉股东 说他今天要做什么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实践了 所谓Google的精神 但是实际上在做事情 还是一个一个个人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理解到说 这些Brand 就是这些大的品牌 他虽然是有推行一些哲学 或者推行一些创意 推一些些什么 但是就是不要把它 过度的人格化 好像说他自己有能动性 他自己能做事情 事实上做事情的都是原 那所有这些Google的技术 只是放大你做事情的后果而已 不是说这个不重要 这个放大后果是很有后果的 但是一开始你决定 要用它来做什么 那个还是社会 向他提出要求 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向他提出要求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要去 配合Google的技术 然后为他做牛做马 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做人 然后Google来帮助我们成为 这个我们更希望能够成为的社会 等等 有七位朋友想知道说 认为在科技可以满足人类 所有的基本需求 包含实意住行之后 人类行为会有什么改变 是会比较懒惰 追求精神的需求吗 还是自相残杀 我想 好比像说台湾现在因为 就是疫情的状况 其实控制的还蛮好的 我们事实上基本需求也都 甚至包含心理层面 大家都觉得相当的安心 所以从一个疫情很严重的社会 来看台湾 就觉得说台湾的基本需求 满足的程度远高于 现在正在封城等等的一些地方 台湾是懒惰吗 追求精神需求还是自相散杀呢 好像是追求精神需求 就是说我们是在心里 比较安心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好比像说 我们最近才发起了一个 重包的一个活动 那事实上这个活动 现在有两个路口的 你可以从 台湾canhelp.us进去 点us进去 那个就是阿滴啊 大韩啊 永珍啊 他们那群人 大家可能知道了 就是群痛募资 然后现在开始赞助 NASDAILY啊 等等这些网红 开始拍一些 这个很有意思的影片 那你在这边就可以 很容易的看到说 台湾是如何帮助的 然后也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把自己 没有领的口罩的配额 很多人都是从一开始 2.0到现在没有领 因为他家里有存货 所以他一次按响应 就可以有30片的这个 quota 登在那个荣誉榜上面 所以他这个网线 每天都会计算说 现在已经有 56万位公民 已经有444万个 响应的口罩 那我们实际捐到 国外的朋友们 我们也会 就是在台湾canhelp.us里面 有点像一个QR扣一样 大家就知道说 不是台湾政府 在捐口罩而已 而是这里面有 444万片 6,7,2,8片 是大家这个响应的一个心意 那你如果一按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到 那个荣誉榜上面 然后就可以来看说 到底大家捐了多少 大概有一半的朋友们 选择居民 有一半的朋友选择立民 就是默默地行善 但是不管是公开信念 还是默默行善 这个都是去用你的心意 就是类似一个选择权 换写民权的 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它完全是精神需求的 因为实际上并不是 你真的去邮局 拿了30片口罩 然后写说 我要捐给外交部 外交部手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你就两个礼拜不要去领 然后你就要按响应 那这9片就自动跑到 外交部的那个扑塔去了 那所以我想 这个台湾的例子 告诉我们说 就是精神的需求 基本的这个 就是不染病的需求 真的满足之后 我们的行为是 一下子就提升到 就是比较精神性的 这一部分 那我们 我在最常在推特上 或其他社交媒体上面 收到的讯息常常都是说 这个我也很想要去响应 但是我没有办法装APP 可不可以再超商 这个等等 那我就只好解释说 他们在忙中所 所以都已经很忙了 可不可以再 稍微延后一下这个功能 就是有空的话 还是可以拿个健保卡 去健保署的柜台 还是可以帮你绑定手机 等等 那所以我觉得 追求精神需求 大概是 以台湾的例子来看 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未来 就是等所有的需求 都满足之后 只会有更多的时间 花在精神中 我花给你上面的需求上 然后回答过了 好 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请讲完 好 那这样说明就已经到半夜了 好 OK 好 那再三个好了 再三个 好 有帮我看你们想要问说 你好 我是一名学生人 我是曾经常期待 中文体系学生 VS 拖延到只有考试学习 希望今天有更多发挥 Critical thinking的机会 他非常的开心 不过这位朋友有个问题 说在测验我们的能力的时候 仍然才以考试这个方法 而考试则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以同样的标准去测验各种学生 虽然你认为考试的价值以及意义在哪里 有没有什么在此之外的测验的能力方法 这个感觉像是要VS 校长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像我去那个中仙大学这个演讲的时候 到后面被推到最高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他去一直拖掉我们的摩托车 最好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当然他们是因为知道他们的副校长 然后他们院长就在场 就是希望他来这个回答 所以我先做一个一般性的回答 就是说 我是觉得说 考试如果是用来在考生之间互相比较 那对我来讲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如果是在你多次去做这个考试的时候 自己跟自己互相比较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概念其实这一点都不难 只是说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很困难 因为人就是忍不住要去跟其他人互相比较 所以当然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可以去考试 但是成绩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这样的话就算是相同的一个考试 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如果要分享给你最要好的朋友 或什么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不会是这个学校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最大的问题 不是以同样标准去测量各种学生 而是说用同样标准去让学生之间彼此衡量 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互比较 那它会助长一种非常不稳固的自信心的来源 就是变成一种相对的自信心 就是好像要考第一名的这种不稳固的来源 因为它比方说我一直考第二名 那我觉得我的自信心打了一些折扣 那有一天第一名转走了 那我当然就变成第一名了 那但是事实上我中文能比较好 我中文一点都没有比较好 我还是完全同一个人 我也不是真正掌握了什么知识 或什么纯粹就是第一名转走的而已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把你的自信建筑在跟别人相互比较上面的话 别人随时都可以动摇你的自信心 那这样的话根本不能叫做自信心 只是一种虚荣而已 那但是如果你能够抗拒出这种虚荣的诱惑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策研变成是你自己 往自己的这个引导 那你可以跟你的mentor 就是你的这个指导者分享 你可以跟你的友伴分享 但是它不会变成是一个好像在这个学校里面 大家彼此比较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就再说 好 那我们说三个问题还有两个吗 那十问朋友们想要知道说说 除了考试的方法之外 BIS什么时候要买新的图屋 可能就是旧的图屋 都已经有些使用上面的一些困难了 所以大家就想要在这边也发起一个群众集资的行动 那就欢迎大家多多采用群众集资的平台 可能很快就可以有新的图屋可以弄了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自学生应该要什么特质 自学生应该要什么特质 当然是自学生自己决定的 这是一个陷阱题 然后是觉得回答他这种问题的 但是就是说顾名思义 自学生他当然是要具备学习的这个动机 那学习的东西 我们刚刚已经破除了一些迷思 它既不是让你获得虚荣 就是人跟人之间互相比较 也不是让你觉得说高人一等 好像说你是优越的少数人 把多数人排除在外 因为这样其实只是 让你更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共同创造而已 那它也不是让你觉得说 好像我是自学生 我就是一个很特别尊贵的身份 之前有一个大学 想要颁荣誉博士学位给我 然后被我直接就拒绝了 那但是我说那个校长如果有兴趣来自学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搬一个荣誉自学生的学位 那但是就是说这个事实上不是认真的 没有荣誉自学生这种事情 你要嘛就是有这个中心学习的这个 世心阳才的这样子一种习惯 你要嘛就是没有 那说荣誉自学生差不多就是说 其实你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但是就是你对自学感到爱慕 所以我就说那你也有自学的潜能吧 这样子的一种讲法 所以它知道是贬义 它不是褒义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并不是很serious的说 我要认一个荣誉自学生 那是一种讲法而已 对但是我的point就是说 你看荣誉自学生 为什么这五个字本身就感觉自相矛盾 就是因为你自学不是为了荣誉而自学 爱面的这些虚荣而自学 不是为了别人的赞誉而自学 而是说你对一件东西感到好奇 你对于共同去 创造之后呢找得到彼此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 然后最后就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万事万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你看到的 不管是微波炉这个不好用 或者是米汉堡被偷 或者是所有的其他的 这个在社会上面这个缺口啊 都是大家在学习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 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机制的一个入口 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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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分享 请就坐 我们欢迎我们学校的校长 大克力上台 与唐鳳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大家好 说到这个很老被偷了 我下次去你的办公室 跟你们不是 这个有不值得 那说到用那个单一的考试 去测验全部的学生 要不要回答一下 真的哦 我什么时候有说过这种事情 我们没有考试了 我们上次考试是什么时候 你看抽出来了 OK 所以可见是一个 可见是一个谣言 是这样吗 OK 那我想讲说 我们的学生真的 非常非常快乐 然后非常的这个 期待今天的到来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可以跟唐鳳正伟 可以静静静静接触 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可以听到我讲什么的 因为我大概一年当中 可能只会讲两次 对 你们赚到 那我来想说 要问很震惊很严肃的问题 可是 我相信你回答的问题 你回答了 同样的问题 就回答了近来一次 所以我就列出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 好 那想要讨论的部分 有关于防疫 还有这个学习跟 教育 清休 然后还有这个 唐鳳正伟的个人的一些事情 那 先从这个 防疫 详细吧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感谢这个 唐鳳为这个 台湾的防疫做的 种种的努力 我们现在可以正常上学 正常去上班 然后还可以 这个职棒开打 世界上我们没有几个国家 可以像台湾这样 所以真的是 感谢你们的努力 没有啊我负责发 我知道大家可以带 大家带的才是真的 我们发的都是支持大家 嗯 那这个 这次的coronavirus 真的是改变了 世界跟社会的一个形态 然后不知道我们做什么 都改变了 那我自己生活 做招呼 我就发现有一些蛮有趣的现象 像我上班的时候我要坐捷运 那捷运里面有一些那个电梯嘛 那电梯通常没有一二三四楼 它只有上跟下 然后通常我们进这个电梯的时候 第一个人进去 然后就按上或是下 然后就等着大家进来 啊 吸吸吸 可是现在我发现说 我们大家走进去的时候 会有 所有人会假装忘记 按这个 这个按钮 然后就等其他人 然后大概过三四秒之后 就不得不 哦 我忘记按了 然后大家同时要去按 我就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我想要问这个 Audrey说 你因为这次的疫情 有没有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现象 我觉得这次疫情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群带便利商店 去做一个服务设计的一个访谈 那这个访谈是我的阿嬷就是87岁 那他不愿意入境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他的邻居 一位奶奶是77岁 比较年轻的一位奶奶 那他就是 我们在测试那个续构的那个流程 那在续构流程里面 他给我们非常多非常棒的中肯的这个建议 那但是呢 我们就被那个 那个应该是全家吧 的一个店长 就从侧面拍了一个照片 就是我在后面去看那个奶奶操作这个 的照片 那这个照片一偷出来 底下一整片都是说 啊 唐凤应该要更关怀自己的身体啊 怎么可以不戴口罩呢 那因为当时的社交距离已经翻过了 而室内是1.5米 那大家从照片都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说 距离大概只有一米而已 那所以呢 我没有保护好我自己 虽然那位奶奶是有戴口罩 而且背对着我 到底我要怎么被传染 事实上是蛮不确定的一个情况 对 就是那个空气路径啊 到底要怎么画我才会被传染呢 对 而且我拍完之后 其实我就已经把口罩戴上了 但是我们就看到说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由于设计 就是说 一小群戴口罩的人可以说服 所有其他人戴口罩的方法 不是去道德威胁对方说 你不戴口罩会威胁 我们的健康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怎么可以不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也就是说口罩在台湾变成一个 主要是保护自己的健康 因为它可以让你不去碰你的嘴巴 或者提醒你要好好洗手的这样一个工具 但是所有学公共卫生的人都知道说 其实当足够多的人戴的时候 是大家保护彼此 那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利他的诱因 造成了一个大家互利的一个结果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极致设计 那很多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一种文化 然后他们一开始在推进口罩的时候 是把它做成一个帮助别人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利他的事情 就是只有一小撮人做 而且这小撮人做 也没有办法有效地说服其他人 所以他们这个文化就很难扩散 但是因为我们是用一种主要利己 但是实际上是利他的这样子的方式 来鼓励彼此戴口罩 所以我们一下就全部戴起了口罩 所以我们台湾模式里面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非常喜欢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行一下 跟请这个观众来思考一些事情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过完 我相信是大家抱持着学习的形态 那我们知道这种积极思考的状态之下 是比较好有这个成果的 所以我想出个小题目给我们的观众 是有关于这个社交距离 那我们在网上常常看到 最近看到很多那种小方法 就是我如何按这个按钮 可以不用的真正的手来按 那我想要问一下 有关于这个社交距离的 这个各位观众 可能可以想一下 有什么经济实惠 又蛮省力的地方 可以不要忘记保持社交的距离 那我给你们32秒的时间来思考 因为我找不到30秒的音乐 可以吗 好那就麻烦各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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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Jeopardy OK 所以我想要鼓勵大家作答 所以今天有小獎品 那獎品因為我沒有錢 所以沒辦法給你什麼特別獎品 可是呢 我相信我們BIS的學生 未來都是會是一個人物 即使不是一個大人物 他也會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物 所以如果你願意作答的話 你的獎品就會是 我們學生的親筆簽名 這是他的comic business card 有沒有人想要作答 這個沒有對於錯的 只要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 然後可以 啊 這邊 這邊有一位女士 請叫我姐姐 好 我ScreenLine講可以嗎 OK 那就是 反正我們現在都有手機嘛 那如果說有人靠近的話 因為我剛才聽到音樂就 讓我想到就是說 如果他太靠近的話 音樂就響起我 就這樣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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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位姊姊 謝謝 他沒有人有其他想法的 3 2 1 那我們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Andre 有什麼想法 其實剛剛那個想法就非常好啊 而且兩邊都有戴口罩的話 就可以互相按個鈕 說都有戴口罩 音樂就停了嘛 就跟那個按鬧鐘是一樣的道理啊 那可以開發這種軟體嗎 事實上已經有了 已經有這樣子的軟體 對 事實上在 以我理解啦 印度 然後 其實台灣的人物智慧實驗室 也有開發這個軟體 那 原始碼 它的設計什麼都是公開的 那目前英國政府也正在 靠去採用 那為什麼台灣這邊用的比較少的原因 是因為 就跟戴口罩一樣 這種軟體你要過半的人安裝 才有意義 因為 如果只有你安裝 旁邊的人都沒有安裝 他當然不知道你跟誰比較近 然後他也不知道說 是你的兩支手機之間靠的比較近 還是他實際上是別人的手機 這些都沒有辦法知道 更不要說他的接觸史啊 或者是他有沒有戴口罩這些事情 所以 有一些地方像澳洲 他是正在推薦所有人都安裝 或者是在 英國他們是在挑了某個島 當作是個示範區 有點像我們 健保IC卡 是從澎湖全區示範一樣 先讓大家全部都安裝 然後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所以如果你想 就是長鮮的話 是可以安裝的 但是你可能要說服 旁邊很多人一起裝 這個東西才會開始發生意義 這樣可以 就是看那個 我們aiilabs.tw的網頁會提到 然後先從bs的加上開始 可以可以 沒問題 我們一定會做到的 因為我們加上其實蠻少的 OK 那如果真的有放這個音樂的話 這個Audrey會希望是放什麼音樂呢 非常好的問題 我是覺得說 跟那個手機鈴聲一樣 這個應該就是有個性化表現的時候 因為如果大家都放同一個音樂 感覺上是一個非常和諧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上次會鼓勵大家 去彼此接近 因為這好像這個 玩musical chair 或什麼 你的目的會是大家一起演奏一個音樂 那應該是每個人的音樂都要不一樣 而且應該要亂數化 那這樣子的話 讓大家音樂感覺上 一下子就不是很和諧 那是不是你就自然會稍微站遠一點 然後那個音樂就慢慢散出 那很好這個aiilabs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social contact之外 他們還有做另外一個叫做 雅蘆鋼琴師 那在iOS上面叫做 雅蘆慢半拍 慢半拍 就是慢遊伴奏拍子 等那三個字 那所以他就可以透過ai 這個自動的產生出一串的音樂 不過以我理解 aiilabs這兩個還沒有互相工作在一起 所以就是大家的創意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在下載軟體的時候 也填一下他們回應的表單 建議他們把這個ai創造音樂 跟ai來看大家有沒有站太近的這兩個功能 把它互相結合 我覺得一定會非常有的意思 嗯 謝謝謝謝阿爵 很偉大 那那個剛才學生也有提到說 現在在日本其實 阿爵太陽這個名字非常非常紅 那他日門的搜尋是 就是這個天才軟體工程師 然後後面有一家這個IT大臣 那 剛剛請經過 對對對 那我的狗狗有IG 然後他事實上他的粉絲也有很多在日本 然後每次他們看到我們po台灣的照片的時候 他們說台灣真好 然後會感謝這個台灣幫助日本 不只是這一次 還有上次那個地震嗎 對啊三億嘛 對我這次應該要做一個 這個hashtag the Taiwan can help 謝謝謝謝 感謝分享 對 那有一位日本的導演師想要請問 他就是說 這次日本的政府 他們的反應蠻慢的 然後就一直猶豫不決該怎麼做 然後他們沒有真的把這個 這個virus 杜絕在外面 他們 形勢也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匆敏 所以這位民眾想要問說 Andre 你是不是從小就對政府跟政治 跟這個防疫國家 或是協助一個國家是有興趣的 是當然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這一代 大概我現在三九嘛 是記得戒嚴的最後一代 比我再年輕的就不記得戒嚴了 因為戒嚴的時候 是1987嘛 87到89之間 那當時我是六歲到八歲 所以我其實還記得相當清楚 就是言論從管制當初步開放 然後從本來什麼都不能談 什麼都不能聊 然後還會這個 就是被請去喝茶 下家消失等等 那到變成說百分之百 言論自由的這整個過程 那更不要說 在那段期間之後 這個憲法就修改了 好像六次還是七次 又一次還沒有修改成功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那一代看起來 就是說第一個是說 我們還記得沒有民主的時候是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有民主了 那當然就好好發展民主 沒有人想要回到戒嚴的那個時候 那第二個就是說大家發現說 其實一個國家的政體 甚至都是可以像軟體一樣 一直修改的 因為那個時候也是 個人電腦開始興起的時候 所以很容易的 大家就用這種軟體工程的角度 去分析民主制度 那就是因為我們本來沒有什麼 200年的共和國歷史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去說 這是什麼悠久的傳統 沒有什麼傳統 那但是大家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吧 然後不斷地去翻新這個民主本身 所以對我們來講 民主也就是另外一個社會 採用的技術而已 那這個其實像是一個很不同的一個看法 比起很多老牌的民主國家來說 嗯 那當初是政府有邀請Audrey說 要不要一起加入 一起為台灣來付錢 我們不請自來啦 我們佔領了立法院嘛 佔領了一個下一天 對 那當時真的 真的入政府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的 你說就是翻牆進入立法院 然後在設定那個就是Wi-Fi的時候 那感覺當然是很棒 就是覺得說這個代議是等於罷工啊 那罷工的話呢 就是我們只好就是作為他們的這個 這個投家啊 投家這個在他們的工作上做 因為就是員工代工嘛 就幫助員工這個來做一些員工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等等 那不過其實這是當然在以外的時候 其實並不真的是無組織 事實上是20幾個NPO嘛 那在佔領區的每一個旁邊 都有一個各自的棚 去討論CSSTA 就是福毛 它的各種不同的方面的影響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 全面的總體的影響評估 那也包含說 它對相當時的4G的設備啊 等等的影響 那這些大概都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就發現說 你有50萬人在街上 更多人在線上的時候 不會像大家想像中的變成 非常的混亂 完全不是這樣 這些烏合之重 事實上每天都彈出一些公式來 然後每天都 把昨天沒談完再繼續談 那經過了三個禮拜之後 不但沒有人失蹤 也沒有人意外過失 而且還談出了4大訴求 絕一不可 那當然就是在台灣的例子 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當時的立法院院長就說 好4大訴求我就全部接受 那所以這個佔領到最後 事實上是成功的 那所以當時的公部門也發現說 我們不能所有的重大議題 都讓大家再來佔領一次 這個社會成本有一點點高 那所以他們就希望說 建立一個常規的公共政策的 網路參與的一個方法 所以包含我們的網路連署 包含我們的參與預算 包含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線上的法規諮詢 的預告等等這些機制 就是那個時候 佔領之後的國際論壇裡面 大家的一個共同意見 等於是說大家發現佔領的這套 真的還蠻有用的 所以公共們打過嘛 就加入然後去跟這些佔領者 以及佔領者的這些引導師 等等來學習 那所以我覺得當時 用這種方式加入政府的特色 就是我不是在為政府工作 我是在和政府一起工作 那就是Working with government 不是for government 那這個立場我想到現在 也都開始持守得蠻不錯的 真是很棒的發展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來一個 跟觀眾的互動的關係 OK 所以說我要為你們製造一些話題 就是明天你們去上班的時候 你們有機會 如果你們的想法跟唐鳳 不一樣的話 那你們就可以說 果然 Andre的思考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那如果 如果你們跟 這個Andre的想法是一樣的話 那你們可以說 我跟Andre一樣聰明 OK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 這次的疫情 讓我會想到 我常常愛看的那種 殭屍末日的影片 那種Zombie Apocalypse 然後Zombie Apocalypse 裡面的影片 裡面都會有一個環節 就是大家會跑到一個超市 我們說是Costco 不是在大廣告 那 那 本節目沒有Costco贊助 對 也沒有僵屍贊助 對 那他們就在裡面 行樂非常快樂 啊我們這輩子沒事了 可是僵屍就會打進來 然後他們就只有幾秒鐘 就只能抓幾個物品 所以我想問Andre就是說 如果這個發生在你身上 你只能抓五個物品的話 會是拿五個物品 那我們也請 這個觀眾來思考一下 好嗎 就說我現在在Costco裡頭 對 然後門外有一大堆僵屍 對 然後他們打進來 打進來 對 然後你只能抓五樣東西 然後要逃中 OK OK 我先讓他們分享一下好嗎 音樂謝謝 32秒鐘 我要看一下Costco的行路 他們沒有給我打抖 OK OK時間到了 觀眾有沒有人想要給我們你們的講法 來做個打 還是有獎品的 雖然是同一批人 可是還是有獎品的 學生也可以啦 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 沒關係 之後還會有機會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Andre 我們來 那我會先拿一個749塊的M2R騎乘機 車用4分之三十的防護頭盔 學號是M30 390 SP 就是M2R Road Helmet 那當然就是要保護好頭部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那另外剛剛還有看到599元的那個環保之家 閃充的電紋拍 因為它是已經充好電子 就可以使用 其他還要插電 才可以充電 但是這個的話它至少 這個驅趕的一個效果啊 我覺得可能也是蠻重要的 那不是你真的要我講5本嗎 你不Promo這個一些觀眾的想法嗎 好啊那我們問一個好了 不要講5個 不要講5個 我們講一個就好 這邊有一位女士 姐姐姐 我會拿蒜頭 蒜頭 OK 謝謝 洗鞋櫃 蛤 我不是說薑 喔那是洗鞋櫃是嗎 你可以考慮用那個日本SMB山葵醬 日本249元兩包裝 然後 冰箱中COSTA好像有賣車子之類的 或是 或是去它的洗車場把一台車偷走 就是 那個有點慢 然後 如果有 符咒的話 符咒 好像沒有看到符咒 然後 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 然後再換我 可能去那個 偷幾包生菜吧 偷幾包生菜吧 對 OK 謝謝 謝謝 那我們 再往下一個話題來 我們講一下這個學習跟教育 對話 我相信 Audrey是一直不斷在學習的人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你現在正在學習什麼東西 我現在學習Costco的行路 剛剛 大家講的四樣 就沒有人想到說 Costco既然都已經被佔領了 表示傳統的那些保全警衛 可能都已經被突破了 沒有人想要拿那個 兩百零九的二十一克 明亮的原型 十八K 才可以金鑽石項鍊 所以表示這邊帶你們 考慮事情的都還是很實際的 沒有趁火打結的這個習慣 太棒了 太棒了 那下一個你想要學習的領域會是什麼呢 就抽了Costco的行路 對沒錯 Style上面有人說 上次考試就是昨天 我想要知道 到底考什麼 我不知道 我昨天 昨天是誰 我沒有上課 OK 昨天考書學 好 昨天你來就學到了 昨天才考書學 太棒了 太棒了 OK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學習在哪一個東西 你覺得是其實蠻難的 沒有啊 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情 我想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跟問題相處 你如果想要快速的解決一個問題 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困難的 因為它有它生成的結構嘛 但是如果你只想要跟它相處 那睡起來之後又多了解它一些 那這樣的話問題也很願意跟你相處 所以我想就是說 帶著問題學校 帶著一部分的答案醒來 本來就是我的一個習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沒有困難的問題 因為你每天就是 就是理解到問題的一部分 然後去試著去改變它 那但是大部分你也不理解 大部分你也無法改變 那你就接手了 反正明天還是明天 嗯 好回答 我相信我的學生一定會 常常帶著學生 這個題目最強的 有一位朋友給我补充說他有物理 所以昨天有考兩個 還好 不是教數學跟物理 OK 那我們講一個 稍微比較嚴肅一點的問題 就是說 之前我有看到 Audrey有講到說 當你要走自學這條道路的時候 其實你學校的老師跟家長 是很支持你的 校長特別 特別是校長 對 那可能某一部分 這也是 就是終究了今天Audrey的成就 成功 當然 對 那我有一些學生 其實他們的才能跟興趣 不太學術 然後可能跟父母的期望 是相違背的 那要 要違背這種的期望 特別是家長的期望 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當然 對 那你有沒有跟類似這樣子的學生 有什麼建議 可以走下一步 不過我想跟學術與否 因為跟我 我正在跟校長談談 是我要自學的同時 曾雅妮也正在跟她的校長談談 而她那個應該都算學術興趣吧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想學科也好 術科也好 技職也好 運動也好 只要是家長支持 那跟校長談談 並不是一件很罕見的事情 所以其實核心的問題 不是學不學術 只是你這個問題會不會有一個預設 就是說如果學術的話 說服家長比較容易 如果不是學術的話 說服家長比較困難 可是這不是小孩的問題 這是家長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能放棄掉 我們家長的終身學習 要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不能讓他輸在終點線上 所以就是說 你要就是報名一些社區大學 家長職場團體 等等這些方式 就不要放棄掉對你父母的教育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家長的教育不能等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才能夠就是適應一下他們的腦袋 然後發現其實現在技職也好 運動也好 才是真正非常行的事情 因為學術性 尤其操作性的學術 大概都已經被人家做完了 對 所以我們作為學校 常常把家長找來學校 這是我同意的 那我再問一下 那之前我有跟一位 日本的年輕男孩子交談 然後他已經載學蠻多年了 然後他就 他其實是有聽 從我這邊聽到這個腦袋的故事 然後他很想問你就是 你當時 離開了學校之後 你是怎麼決定說 以後想要做什麼 或是你在離開學校之前 你是這種思考的模式 是怎麼決定說 我以後要做這個做那個 對 因為我這個跟校長聊天的那個契機 就是中小學科展 那我中小學科展的題目 是叫做電腦哲學家 就是教會電腦嘗試 然後應用這些嘗試去 用我們對話式的方式 認識世界 並且做出一些推論 那所以這一門學科在當時 是非常沒有一個名字的 所以就是事實上 也沒有人知道說這個未來 會變成重要的一個學科 他是從各個不同的學科 稍微借一些事情來 那我拿了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科展的題目 接下來就去做什麼 拍賣網站 搜尋引擎 什麼就開始創業 那在創業的時候 我就碰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大家在面對面的時候 當時的社會文化是 家長會跟小孩說 不要隨便上陌生人的車 不要隨便 這個陌生人邀你到家裡的時候 不要隨便去啊 等等 就是會有危險 對不對 那但是在線上 完全都不是這樣子 在線上 大家這個一拍幾合 只要一個關鍵字對了 就退心置腹什麼都講 而且很快就會一起去發起很多行動 然後一起去為社會做出改變 好像是最好的朋友這樣子 那但是事實上 可能你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所以為什麼在網路上面 理論上應該是一些感受 或者一些表達能力 被剝奪的一部分 只有一小部分的溝通頻寬 為什麼反而讓大家 快速的彼此相信 為什麼在實體世界 大家反而沒有那麼容易彼此信任 這叫Swift Trust 那當時我對這個現象也很好奇 但你要解釋這個現象 當時也沒有學門做這件事情 網絡社會學Costels 什麼那個都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就必須要去學 非常多不同學門的東西 但是每個都只學一點點 就學到剛好足以回答這個問題為止 那所以就好像是往夜空中 隨便一個方向 那其實旁邊很多星座 但是我不知道他星座的名稱 那我反而往那個方向 所以跟他靠近的星座 大概都變成一個新的星座 那種感覺 所以我想就是有一個Burning Question 就是一個你每天都想要 跟他多相處一下的問題 這個是很重要的 嗯 太棒了 那我再問一下這個自學的決定的事情 我有看到報導說 當時你大概14歲有去烏來一段時間是嗎 對 那個泰雅族的祖靈們學習 哦 這樣子 所以烏來這個地點有沒有什麼特色 是特別幫助你去思考一些人生大問題的 那其實當時就是因為我母親在那邊辦學 就是種子、親子、失校 那他們的辦學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是公辦名義 所以他本來的那個校弟 以及他們的老師都還在 那老師就是應該是林毅賢老師 是當地泰雅族的就是一位酋長 事實上 那所以他的學校當時就是幾乎要廢校了 所以他也很高興說 有很多人願意跑來讀他的學校 但是他有一些條件 好比像說野外求神、泰雅的文化等等這些 他要讓小孩從小也能夠接觸到他們的祖靈 穿下來的這些Naga 這些人情毅禮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他告訴我說 其實在這個島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文化 我們花很多力氣去做這種線性的工業 去求GDP成長 然後又反過頭來去推行環保 然後又要退永續發展啊 什麼之類之類 那其實幾萬年以來 這個祖靈就一直使用這樣的方法在過生活的是 我們自己去等於破壞掉大家 那所以我當時是很瘦 很瘦 有一點強啊 對 我當時就是很瘦這樣子的感覺 所感召就是說 大部分的學習在他們的概念裡面 並不是透過文字 事實上會覺得說文字是 不是一個很忠實的記錄 而主要是透過人跟大自然的相處 然後還有就是隔代長輩 對孫輩的這樣子一種神教來完成的等等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在那邊的一段不同的文化體驗嘛 給我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說線性的成長這種線性經濟 是一個有道理的有價值的東西 那這當然也就也影響了就是我對那種線性的 一路走到博士 我時候去跟教授一起做研究的這套升學的觀點 那也因為這個可能祖靈的感受吧 慢慢就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虛幻的一個東西 那你現在還會偶爾回去烏來看一下嗎 對偶爾當然還是會啊 其實我對烏來那邊 從此時他現在還在 對所以事實上那邊一直都有一個很穩定的一個社區的一個支持系統 那我其實我爸媽也就是整天開始在網路來跑 所以事實上他就是我爸媽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他們不是族人嘛 所以是跟就是林鄭老師的女界了一塊地 然後在那邊居住而已 那但是就是簡易末花住久了 那你也會有一種好像感覺到那個步調 就不是傳統上的那種就是漢文化的那種步調 那如果我去烏來的話我該吃什麼東西 當然烏來的話就像就看你喜歡吃什麼東西啊 好比像說他們那邊有很多的野菜 那或者說馬道或者說這些那烏來他們也有一些農業的生產合作社 那就是去富裕他們之前的一些就是傳統的太亞族的一些文化 他會把那個文化放在那個食物裡面去告訴你說這個食物對於他們的族的文化有什麼重點等等 那大概就是在就是新屋路上去不遠的地方就會看到一些太亞的農場啊等等 那他們都是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也是透過合作社的形式就是沒有所謂的資訪啊 就是實際上都願意投入生產的人都不用民主的原則去一起決定這個生產的方向等等 所以其實阿絕是很在乎吃的 所以其實阿絕也是很在乎吃的 常常在講這個食物 大家可以多先來一次 當然啊 這個見面三分請 這個視訊兩分請 那你怎麼把剩下那份補上就是要很好吃的東西 那你怎麼把剩下那份補上就是要看好吃的東西 但是我們一起去吃飯 那我們再問最後一個互動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長一點 那我知道阿絕給自己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把民眾跟政府之間的距離拉近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溝通 那我的一個使命是讓年輕人跟他們的家長或是成人可以合同 那要能夠好好溝通的話 要必須能夠了解彼此的語言 那常常我在聽小孩子講話 我會聽不懂 然後我就開始懷疑自己的諮商 那我聽久了 我還是聽不懂 我就開始懷疑他們的諮商 那我現在就給觀眾們一個測試了 你們是成人 我們看看我們到底懂不懂年輕人的語言 所以我需要我們的學生的幫忙 來介紹一些流行用語給你們看 你們準備好了嗎 OK 所以我的學生已經躲起來了 是 字卡還是閃卡都可以用 我們第一個要介紹流行用語 是做腳 好 對 這個 他有塑膠這個嗎 沒有 沒有 不是動詞 動詞 嗯 詞性是動詞 所以Audrey是不是知道這個詞的意思了 動詞的心態知道 OK好 我們先不要講 我們先看看學生怎麼表演 好 學生麻煩你們喝 好 拍一下 拍一下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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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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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好 塑膠這個意思呢 它就是 其實就是之前有人打遊戲的時候 就說 你知道我塑膠做的 就是 我們寫個學說過 好 然後就是 其實說你把我當什麼 就是你把我當東西嗎 那 你把我當塑膠做的 就把塑膠當中拿出來的意思 它就會變成說 就是 就是 其實講猜錯就是 對 但是就是 現在可以把它拿到 就是 你不理會給人 然後你不理會給人 或是 兩天你才會一次給人 所以你就沒有參與 你才會一次 OK 謝謝學生的表演 那 這個 這一部分 它只是第一個詞 你們之後會有機會可以猜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不好 學生們 麻煩你們了 第二個詞是 韓子 韓子 大家有聽過嗎 有沒有人想要猜一下 或是給我們解答 韓子的意思是什麼 有 有獎品的 給他們看獎品是什麼 還是同一個獎品 成人們 來幫忙 韓子 OK 請問一下 麻煩知道這個詞 當然 就是 凱子 或是一樣的意思 太棒了 先看一看 學生他們是怎麼表演這一段 三個 三個 誒 我真的覺得阿 我們最近需要買 找一個 找一個 這阿公也有給我 玩力吧 我帶你買 不用買嗎 不用買嗎 我每個加點 每個 三十一天沒有這個 還試掉 好不好 幫你買 誒 可以講 三個 我現在就是頭罩 最新科技 不是啦 看 房間的2.5 就房間 超級厲害 美國鏡頭 美國 還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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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這個 跟妳講 國外賣十萬 我們賣兩萬 兩萬 只有十萬 兩萬 我已經 心臟很糟 還可以拿 快點 我們已經買了 很快 你們都把一個 做飛機過來了 才是蠻色的 打母者 是 他們也像盤子 他們也像盤子 你知道嗎 不是盤子 對 因為 一個在補法一樣 還可以拿 還可以拿 打 OK 請問各位 有聽懂的嗎 還有三個題目 我們再看下一位 這個 OK 好 韓式大家應該都知道 但是 其實韓式是台詞 台詞 就是台詞 講台語就是人家說 你是潘啊 但是潘那 變成又說很像韓式 所以 韓式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說 你非常韓式 非常可以洋善 很容易去相信別人的話 然後就去運動 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觀眾朋友 你們在 Kiwi同學解釋之前 有多少人了解這個盤子的意思 你們都比我厲害 好 那我們再往下 下一個來進行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木頭 木頭 可不可以人給我們做打 還是有獎品的 還是有獎品的 不要冷場 你跟家長要做打 沒有 那 Audrey 你自己也知道了 木頭 就是 就是 不解風情 就是 傳統的一個用法 沒有 我把這個答案講出來了 沒關係 我們還是讓他們表演一下吧 學生們 麻煩你們了 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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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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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五二 好 我知道了 喵 小白你很厲害喔 五二 這個 5月20號 我們現在還是有一個實在晚會 你是不是講訓那個 阿 我最終 我們一句 我覺得日本有趣 你很超微有趣 是先上 五二 五二 你二十 還是你要熱烤好嗎 如果你要嫌熱烤 現在是不是討厭你 我跟你講我完你就聽不懂 我就撤木頭 沒有人反映說我們是不是每天都在上這個表演歌 所以我剛才就是 他很像是說的意思 但是我剛才也是學妹 他也是學長 然後我想要他到場 所以我就跟他說 一個是一個數學的展示 然後這個展示我都贏了 所以我的領域其實是我愛你的領域 然後他沒有頭 他馬上去想他們的這個禮物 然後那個禮物是真的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什麼的可以知道 然後這個程度就是大家也可以說 我們都沒有必要的都可以找 那麼就是所以我們木頭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很正確或什麼的 去接受到別人 想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就是木頭的意思 就這樣 對 對 又一個活動 今天是真的 利用真的設計我們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 他很像 對 學生本來要講這個 可是他們想要宣傳自己 其實我們是有效的利用這個社會新創中心 我們就是在侵犯 所以加上有興趣的話請多多關注 好沒關係 我們還有兩個問題 接下來這個問題可能會稍微比較難一點 所以學生們麻煩你們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推照的年輕人用是 Skirt Skirt你們知道嗎 我原本是不知道的 哦 對呀 他剛剛那個Flow就非常Skirt 哦 OKOK Skirt 好 有沒有人想要幫我們解答 有獎品的啊 這些人以後都會知道人物的 對 三 二 一 好 你們看好了 沒關係我們看他們表演 學生們麻煩了 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這個鞋 外面都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個Skirt 這個衣服 我們穿的衣服 學校 給你 給你 Skirt Skirt 超Skirt 你們這都不懂 我昨天考試 數學考試 100分 超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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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你們也都還好 我昨天 數學考試 我也要考試 我沒分 Skirt 超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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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跟你講 我 你 好了 超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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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沒有人作詐 那我們就請學生們來解釋一下吧 所以Skirt的意思就是 就是 你去稱讚一個人 然後用一個人 直發 然後自己稱讚他 Skirt這個 拿一個 原始一點 什麼西派文 那 一開始 當 車子跑 車子在甩尾走 然後這樣子 Skirt 對 然後這樣子 然後後來 又被運用在西派音樂裡面 然後 就是導致 一直被用 然後導致說 你變成現在的 稱讚隊 就是 浮誇成讚隊 謝謝學生們 謝謝學生們 最後一個機會 是可以 可以贏得獎品 這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題目 學生們 麻煩了 好 我們下一個 代表團 最後一個 是 世在哈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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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請問有沒有 成人或是觀眾們 想要回答一下 世在哈羅 是什麼意思 沒有錯誤的回答 任何回答都可以 OK 好 明星們一定會覺得很快樂 他們懂一個 你們不知道的東西 阿絕你知道嗎 當然 OK 我們先不要講 我們讓他們表演一下 學生們 麻煩了 開始 來 來 上面 這個 很笑話 這邊有 紅燈 綠燈 行 黃燈叫做 衝過去 阿 你這邊 開得到連口 會假照 記得換了 學完 我要告訴你 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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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龍 殺龍 好笑嗎 殺龍 你不知道嗎 這是殺龍 黃燈 黃燈 我再講 你知道 發的東西嗎 被對方嚇到跑去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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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 殺掉了啦 死一死啦 因為 五百幾場 好笑喔 還是在哈龍 好笑嗎 沒有哈龍 還不是在哈龍 你不知道 阿 阿 好 那就我們來就這樣 我們最後 也是最後一個 是在哈魯的意思 是在哈龍 是在哈龍 它是源自於美國 就是因為美國人 他們聽不懂 大家在想什麼的時候 就用英文說 Hello Excuse me 就是用一個 有點大文的那種表情 對 就是疑問的那種表情 然後我們台灣人 就把它變成了一個 台灣版本 然後也造反 就是 殺龍 其實是造反 就是殺龍 那殺龍的意思就是 是在幹嘛 然後你在想什麼 對 就是其他 是在巴龍 就是在巴龍 對 OK 謝謝教學們 好 我想要問一下阿絕 最近有沒有看到 或是碰到什麼 很scare的東西 剛剛的那個 freestyle 就非常的scare 完全就是 非常的 一下就讓大家 了解到傳達的意思 完全沒有旋轉大家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謝謝 那我們回歸這個正題 我還是想問一下 有一些有關於 Andre個人的事情 不是私人的事情 是個人的事情 OK 那我一直認為 就是大家都說 創造力可能很重要 那我一直認為說 創造力可能是 很大一部分 是從我們小時候 在這邊幻想 然後在玩的時候 就練習出來 那我記得 像我小時候 我常常會 就拿身邊的東西 來製造一些 什麼小故事 像我的自動鉛筆盒 不是以前有那個 自動鉛筆盒 你按一個 按鈕 會彈出來這樣子 然後假裝這個 自動鉛筆盒 是一個戰艦 然後會發射 什麼missile 什麼東西的 那我想要問一下 Andre 你小時候 有沒有玩什麼 就是身邊的 日常用品 日常物品 來幫你 發載你的創造力 賦予他 對 對 當然很多 像 我其實 小時候 最常玩的一個 就是叫做 小方塊 它就是一堆 一公分乘 一公分乘 一公分的 空性塗膠的 沒有任何內含意義的 五種顏色的 的這樣一些東西 它不像樂高 還有一個很明確的 你要把它 就是縱向對比起來 的這樣子 一個質疑 那它是 基本上沒有 有任何意義的 一個東西 所以它就可以用來 好像彈彈珠一樣 變成玩具 或者它也可以用來 變成類似代幣 去進行交易的遊戲 或者是它也可以用來 像對骨牌等等 那樣的做法 那因為它的運用 真的是非常多樣 所以它賦予 就是講故事 非常大的彈性 那一直到現在 這種一乘一乘一的 就是沒有特別 那個事實上 我們現在在資訊科學 叫做Voxer 就是好像一個像素一樣 但是它在空間裡面 有一個體積啊 還是我覺得 最喜歡的東西之一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玩麥塊 所以完全都知道 我在講什麼 就是當個創世神 但是那時候那個是 已經具現化的那些 就是Voxer 對 那你頭腦裡面 常常會出現一個故事 就是你自己 自己製造出來的故事 會是什麼樣子的故事嗎 當然啊 就是說 因為故事它就是 各種不同的人物嘛 那它的人物 慢慢在腦裡 開始發展出 自己的性格啊 然後它就好像 他們自己把這個劇情 帶下去一樣 那所以其實我在接觸到D&D之前 就已經在做類似跑團的 這樣子一個GM的一個行為 但是後來接觸到D&D之後 那當然也碰到了很多 在D&D的文化裡面成長起來的 很多朋友 那大家都是說 事實上就是最陽春的劇本 反而是玩家的創造力最大的 對 那你越到後面越精細 反而就是你讓大家的想像力 被限制住了 就好像說看魔界的那個電影 你絕對沒有看魔界的書 要來的有吸引力使用的道理 因為不管它拍得再好 都沒有你看書的時候 我想想出來的那麼好 對 我記得我第一次玩D&D的時候 我的人物 我給他取名字 叫Quinton 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 聽起來好像能速度很快 對 那我知道 其實Audrey是很在乎這個 動物 這叫什麼 動物人權 動物權利 動物權利 不是動物人權 動物人權是 比較激進的一種觀點 你沒有採取這個觀點 對 那 那我有看到報導說 Audrey家裡有過 或是現在有兩隻狗 然後素姿包 那兩隻狗是已經在淡水 是我父親跟母親 現在是 就是 阿黑跟球球是我父親在養 阿黃是我媽在養 了解了解 我入了之後都沒有養過狗 因為事實上我是住在 新義大樓的宿舍裡頭 那宿舍其實你六個也不方便 而且會少到多少個下 所以事實上就是 是我爸媽怎樣 並不受人 了解 那當時那個報導是說 其實這些小動物們是 你救回來的 不是說出去買的 是嗎 當然每次故事都不一樣 那個球球好像是 阿黃去救回來的 然後 對 那就是 他們就是在屋來 然後我爸媽就有一天出去 買東西還是怎麼樣 回來的時候 就發現阿黃的墨裡 多了一隻小狗 秋秋 對 那阿黃則是 好像他們經過 然後看到他骨獸夾 這個夾住了一隻狗 然後緊急送到醫院去救 那還是截肢嗎 那但是回來的時候 這個因為他沒有就是被群化 所以他就跑出去 然後他另外一隻 又被骨獸夾夾住 那我們知道如果斷了兩隻腳 那其實生活品質會是比較不好的 那後來他們就找到 新戀動物醫院的一個 能夠用血小板 就是反向輸入的 就是他先抽他的血 然後 把他的血小板這個 培養 然後把血小板的那個血漿吧 重新注入 然後就自己 就真的治好了 所以現在還是有三隻 這個功能完好的腳 那這個也是蠻顯的 因為如果就是 斷了三兩條腿的話 其實生活品質會比較不好 對對對 那才好 那 那跟動物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 有沒有帶給Audrey 一些對人生一個型的認知 或是型的認識 那當然呢 就是說他會提醒我 剛剛講的 非緣訊息溝通的部分 因為你跟狗 你看我講大道理 牠都不理你 所以 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要很直接 不能旋轉牠 牠是受旋轉的 那那個 當你跟貓在一起 可能以前吧 你在工作的時候 那個貓會不會想打你的滑鼠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對 因為事實上 我入閣之後 也只跟貓相處非常長 非常少一分時間 那之後基本上都不是在 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所以 就是沒有入閣後 就是工作的那個經驗 那但是以前的經驗的話 大概就會準備一些貓過河 就是貓草 那所以 其實他們對貓過河的興趣 遠大於對華蜀的興趣 他如果會來煩你的話 可能就是你的貓草的那個 儲備量不太高 對 那所以就是像那個 歡樂無法黨成立的時候 我就送了一大欄的貓過河 去慶祝他們這個黨的成立 就是希望說 他們不要糾結在那個 香菜不香菜的事情上面 哈哈哈哈 明白明白 那 前幾週 大概上個月的時候 我有請教這個 Andre 就是有關於這個 遠距教學的事情 當時你有提到這個 Neon Genesis Evangelium 那當時我 我一直通常有點想的 就是Ghost in the Shell 你知道Netflix有初心的 是是是 還沒時間看 很好看 那所以很顯然的 Andre是對這個動漫是有興趣的 你會嘗嘗看嗎 當然 然後 然後你最欣賞的一個 會是哪一個故事 你看一下 哪一個故事喔 就是 我想 光客本來的漫畫的那個版本 是非常棒的 對 他事實上就是論文 只是有插圖而已 那 但是當然後面就是 也做成一個就是大家比較老少嫌疑的版本 甚至後來劇場版 那你說Netflix 又又把它再加以變化 當然它是承載力非常高的一個東西 那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早期的那些漫畫 等於就是劇本設定論文那樣的東西 也影響到了這個像Matrix 等等 很多後面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講 它不是只是一部作品 它實際上是一種看世界的角度 那這個看世界的角度 就像魔戒是差不多以後D&D 或隨便什麼東西 大概沒有辦法脫離魔戒的影響一樣 它是一個 那一個 犯式的一個 開山的一個作品 那裡面這些科幻裡面 常常會講一些不同的主題 你覺得哪一個 對Audrey來講是最有興趣的 最有趣的 我都非常有興趣 就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對於就是 它在人類世界中的應用有興趣的話 那 功課我覺得當然是大家現在耳熟能詳 但是 它對我們的啟發也有限了 因為我們 差不多已經活在那個世界裡面了 對 那如果再稍微遠未來一點的話 我是很推薦那個 AI and Banks 的Culture Series 就是文化系列 那它在講的就是說 等AI大概都已經把所有 剛剛那個slider的人問說 實益住心的需求全部滿足之後 那我們在精神像在文化上 會演化成一個怎麼樣的文明 那Culture Series 這個系列是非常有意思 嗯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那沒有這個意思 那這個 剛才有講到這個Matrix 其實我的學生之前跟我講那個故事 就是 Audrey把這個網路從沒有變成有 我就想到Matrix 然後我就想到你有 那你知道那個Wakowski兄弟 好像他們正在拍新的 姐妹 喔姐妹 OK 那你覺得下一部 Matrix的故事 會是什麼東西 或是你期望它是什麼東西 不過事實上 你希望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這個是Animatrix的精神 Animatrix 就是它找了很多動漫的繪師 隨便自己想要把它 二創成什麼版本 就二創成那個版本 然後把它合定起來 我覺得像Matrix 它事實上也繼承 都是一個shel 的那種開放式世界設定 就是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時間線 而且重新開機過好幾次 所以你不管在裡面 插入什麼劇情 它都是自查的 因為就重新開機就死掉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給非常多二創的人 創作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同樣的 就是說我是對這個世界觀 覺得非常棒 而沒有覺得 它一定要往哪個方向去演化 你會不會有興趣寫 Fan Fiction 事實上我之前有追過一個Fan Fiction 不過不是Matrix 是那個Harry Potter 事實上我還沒看Harry Potter的時候 是先看它的Fan Fiction 那它叫做 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s of Rationality 哈利波特與理性之道 這次講的就是說 哈利波特用一種科學的實驗的精神 去研究魔法的組成跟結構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部Fan Fiction OK 謝謝謝謝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覺得 Han Fiction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人 那在你人生當中 你遇到哪一個人 你也覺得說 這個人非常非常有趣 校長就是這樣 這個回答我喜歡 100分 有沒有獎品 好等一下 簽名 OK 那我們就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快問快答 我本來把它取名為 20 questions 20 questions 但是它要邏輯關係才能叫20 questions 對 而且我只有18個問題 所以就叫Lightning 可能快答 好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麻煩你做一個非常快速簡單的回答 我們也就不多討論 OK 我們從這個Clay Thompson講起 對 Clay Thompson是一個NBA的球員 對 然後他有一次被這個 被這個觀眾要求簽這個烤麵包箱 所以我想要問說 Audrey被要求簽名的最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我們台美防疫松的那個獎品 是用雷射雕刻的有簽名的大同和三人份點過 OK 那如果剩下來這一輩子只能吃一種食物的話 會是 我想澱粉蛋白質跟脂質都可以 那大家會選蛋白質 OK 我實在是很想問下去 可是我已經說這是Lightning round了 OK 那如果你必須在台灣的台灣以外的國家住的話 會是哪一個國家 火星 火星 OK 火星也算是一個國家 人家多幾個 我們還不知道 那 問Elon Musk 如果有一天 一整天你不能用網際網路 不能用電腦的話 你會做什麼 用手機 這個我又想問下去 OK 那如果說你可以被 許 被 答應任何一個許願的話 你會希望是什麼 最希望能夠滿足任意數量的願望 OK 那如果可以住在一個Fictional Universe 這個幻想的這個Universe裡面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個 目前現在就是一個最好的可能的世界 這個回答太棒了 OK 那當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最先會洗哪一個部位 那當然是先洗手 我們都知道要就是 內外加工大力 先經過這個程序才去洗別 對 然後要唱生日快樂 OK 沒有唱生日快樂 台灣的學生真的需要學英文嗎 台灣的學生想學什麼語言就學什麼語言 我們現在是不是活在Matrix裡面 當然 那你一天當中必須要做的事情 一個讓你覺得最煩惱 最煩惱 最煩惱 最惱人的 最惱人的事情 沒有任何事情 OK 你寧願坐火車 坐公車還是坐MRT 捷運 捷運 對 都一樣的 但是我事實上現在是坐高鐵 另外兩個大概都沒有在做 比較少了 好 在吃乳肉飯之前需不需要攪拌 我是吃素的 這有些事情 沒有沒有乳肉飯 然後如果你可以擁有一個超 super power 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super power 如果可以有一個超能力的話 是不是 選哪一個超能力 我想就選那個 就是可以向神燈許願的那個能力 OK 那請問一下這個Pizza上面 該不該出現鳳梨 我想出現鳳梨是沒有問題的 要不要吃掉才是問題 在動物園裡面你最喜歡看哪一個動物 人 你會比較傾向於穿雨衣還是要用雨衫 兩個都不要 請問最喜歡的八零年代歌手是 八零年代歌手 我從小是聽羅大佑長大的 所以算羅大佑吧 OK 然後最後一個 下一輩子你還想做成功嗎 當然可以啊 有什麼不好的 好 那今天的一對一訪談就到這邊 那我們請我們學校的校長 Duck Ray Lee 來贈送BIS的T-shirt